作為香港第一匹贏了四歲三冠系列的名區 佳龍區的來頭當然不少 早在外地 馬匹就在活候夫人訓練下 已經在兩歲一級賽香檳錦標跑第二 來到香港被評為85分的自購馬 在香港經過大摩訓練 佳龍區的第一季可以說適應得相當快 進度理想而且連連贏馬 2015年12月9日 馬匹插三班副頂榜出賽一場谷草一千米賽事 路程短離合腳化 最後稍追得第七名 大摩甚至馬匹的潛力不止三班 在下一場就幫馬匹選擇難度較高的二班田草千四米 最後直路同樣稍追得第七 經過兩場熱身馬匹已見修身 再加上換上雷神莫雷拉上陣 馬匹在接著第三場還遇到發揮出真正實力 2月21日的二班千四米 莫雷拉為馬匹克服了十四檔大外檔的難題 更巧妙地跟前一些留守在馬群中 直路順勢移出衝刺 最後以避毀擊敗對手贏出 馬匹嚴格來說可以跑得更長 因為沒斷略見均速 但不得不讚 莫雷拉的走位非常機警 之所以說馬匹應跑更長 是因為在下一場3月20日的賽事 馬匹在全面機會下輸給前面走的天時進驅 沒斷鬥下去好像差一點 而大摩甚至馬匹的性能可以應付較長路程 只是隔了8天就被馬匹報名二班千六米賽事 當場賽事的對手水準不算太強 唯獨馬匹沿途跟手貼籃後面的位置 最後接近半條直路 馬匹都難以望空 但經莫雷拉吹策 馬匹交出反應步步趕前 最後也贏出這場二班賽 平心而論 二班贏的這兩場頭馬 馬匹的能力固然上街 但對馬匹的感覺好像未有充分的聲味 因為馬匹爺馬姿態不算誇張 而且大摩同期也盛產多匹好馬 街龍區當時只是站路頭角 真正讓馬匹震驚的是 2016年4月16日的賽事 一班千四米 這場六匹馬的賽事 頭五匹雖然不是什麼強手 但畢竟全部都有吸制賽經驗 街龍區只有副榜上的優勢 但害怕的是 遇上不理後上的私家三澤蘭 加上初遇強手 仍然大愛一氣素贏馬 並以1分20秒52 打破前馬王好爸爸所保持的班制紀錄時間 街龍區這場氣勢 下場季美的獅子山錦標 當然成為全熱門 受陽榜下馬匹對著美麗大師 天才等馬亦都相對輕鬆 沿途走位咬前一些 直路摧拆認真一些 仍可以再折 並拿到他在香港第一個分級賽冠軍 到2016-2017年馬季 正當大家以為街龍區可以一直扶搖直上時 馬匹先後因右後腿不良於行 退出沙田錦標及馬匯一里錦標 馬匹健康就成為了一個影響他日後發展的重點 之後馬匹復操 在狀態未足的情況下 季來初出一場一班1400米 有鋪文測騎 而這一日本來是大摩想馬匹步跑國際賽的一日 但怎樣都好 馬匹在一班都是三甲不入 沿途守第二位 回到力友不遞 只跑第五 不過馬匹在下一場 跑香港經典一里賽 就只隔了一個多月 賠率立即變成2.1倍的大熱門 當然這一場馬匹重配 夜馬匹安莫尼拉 但狀態未明 同場日約巴基之星等叫飛馬 街龍區的飛數比預期硬正得多 可能很多人都相信大摩大賽日谷馬能力 以及期待街龍區的進步表現 而要形容街龍區這一場實力 可以用自由淡定來講完 第三位 人文武士 在馬林中間捐來捐去藍武 街龍區正在找位衝 在外面 美麗全城也在上 綠色衣服 就是巴基之星 在後面是四桂王 繞到最後兩百多米 街龍區在中檔投出 美麗全城進佔第二位 外面有四桂王上 裡面是巴基之星 以及聖德衛 接近終點 街龍區輕鬆爺馬 跑第二名 四桂王 有莫尼拉加持 馬匹百當 可盡佔有利姐黨位置 又不用怕直路失車 只要將他和蘇兆輝奇的巴基之星 作比較一下沿途走位 三搭的巴基之星 可以說比街龍區更加吃風 而在直路衝刺上 巴基之星因為位置比較蝕 而效勁不足 其餘好像美麗全城 四桂王都不是軍速 就是留得太後 街龍區不需要每次都還數千軍 只是密密做好自己本分 自動給油 贏馬就已經足夠了 而這場馬匹 贏出對手兩個馬位之差 已經他在香港眾多場賽事中贏得最遠的一場 然後就是千八米的香港經典杯 街龍區的跑法和上次都差不多 只是稍留後一點 而巴基之星就索勝樓前鬥後 真情的街龍區 獨贏倍率再打到1.7倍近熱 幕後充滿信心 最後直路 街龍區交出應有的表現 美麗全城失準 而四桂王的真情走勢一半 相反最出的巴基之星越衝越厲害 不過看看幕來拉最後一百米 在債推的手勢 贏馬都是意料之內 雖然巴基之星的末段開到22秒08 但街龍區都可以做出22秒42 相距距離那麼遠 從跑法根本上分析 街龍區是盡佔先機 而馬匹也已經贏到第二關 剩下最後一關 就是打皮 2017年3月19日 街龍區再度真情 過續2000米的香港打皮大賽 順港排面 馬匹在路程方面有疑點 因為沒跑過這個路程 血統方面認證又不多 但災到強調賠率是1.8倍的大熱門 大摩在這場馬海戰術出夠六隻馬 以明月清天作開路馬 帶動幾匹扣淚 街龍區雖然跑得更長 今次的走位卻走得較前 拍著美麗全城 看來就想走掉後面的馬羹 在最後直路群區衝刺 街龍區受莫爾拉吹拆突圍 但形勢不算明朗 留意莫爾拉每每邊拆 馬匹片入又片出 先後來外閃 後面的馬羹以巴基之聲衝得最厲害 而且今次的跑法沒有走出大愛蘭 相對驚動 其他馬還有四季旺美麗全城 到達海傳門先的始終都是街龍區 街龍區贏了 第二名巴基之聲 第三名美麗全城和四季旺需要拍照 結果街龍區都不負眾望 四歲三冠要贏完 難度有多大呢? 例子就有以往的晉寬騰 首飾太陽一樣 任憑你頭兩關贏得有多出色 打給輸了就是輸了 而街龍區可以成為四歲三冠王 終於見到他馬王般的質素 之後4月9號的二級賽主席錦標 馬匹直路又是有點外閃 但憑著銳氣以及能力質素 攻陷第二場分級賽勝利 中檔跟著他後面 美麗大師粉紅頭罩那一隻 在外面有馬上發財 馬林中間黃山明月千里大外當 威爾頓 最後看著你們 還有一隻喜連掌聲 現在扔出去 好,鬥到最後直路了 前面透出的馬就是街龍區 看到一邊泳彩繽紛 中環大地追 中檔位置還有美麗大師 再見到後一層馬就是喜連掌聲 最後八多米 街龍區還是佔先有少少來閃 美麗大師追著他 後面中環大地的馬 接近中間第一名 都是街龍區贏 第二名美麗大師 第三名 由於當年的賽制經國際化 打比三關的四歲馬賽士 會以條件限制賽為名 除去一級賽的名銜 所以去到5月7號的冠軍一里賽 街龍區才是第一次出戰一級賽 成為1.4倍的大熱門 街龍區最強的對手並不是同場的馬匹 反而是自己的健康問題 當時的祖著先機 賢仔已經在置目中提及馬匹不拖的地方 但當時純粹猜測 但當賽事起無無幾內 街龍區的走勢越來越不像預期 之前出賽的外內閃 神操時的異樣 似乎一早已經寫好伏筆 預言街龍區在這場中途拉停 前面呆頭是這隻泳彩繽紛 跟著第二位中環大地 美麗大師第三位 喜連掌聲第四 外面留得挺辛苦 尾三位置就是極地風暴 內藍尾二 南三位就是街龍區 跟著前面那隻美麗大師來跑 外面心意傳達 走到八百 有些變咒 那隻極地風暴 頂不住 走到前面放 跟著第二位 泳彩繽紛 中環大地第三位 美麗大師 跟著輕鬆點 第四 哎呀!街龍區收停了 轉彎 差不多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放出來的馬 就是極地風暴 跟著第二位 馬匯獸醫其後 證實街龍區盆骨嚴重撤裂 並出現嚴重病發症 經搶救無效後 傷寵不治 馬匹的細細 背後原因是什麼呢? 是之前用了太多 還是暗地裡健康出現隱憂? 恐怕最清楚的 就只有幕後 但街龍區也憑著 改季出色的表現 贏得2016-2017年馬桂馬匹 同時也是香港賽馬市 首匹已故馬匹成為馬匹 除了香港馬匹 街龍區也獲選為最佳中距離馬 及最受歡迎馬匹 現在再看回當年打比的馬匹 四季旺 巴基之勝 都是後來一級賽冠軍 美麗傳承後來更加成為一里馬王 由此推斷 當界打比的實力相當高 也證明街龍區能夠升任香港馬匹這個名牌 街龍區不死的話 美麗傳承也未必肯定有後來的成就 用四個字形容街龍區在馬場上的表現 就是實而不華 他不需要用天馬行空的姿態來吸引馬民的視線 只是每場都盡力而為 得到了海旋門的加冕 街龍區的死是一個悲劇 除了警惕各大馬房幕後 香港馬匹也失去了一匹良將 假如街龍區不死的話 他很可能會是當日的美麗傳承 今日的金槍六十 但換一個樂觀的心態想 街龍區耗盡了生命 來換取了很多馬匹一輩子 都未必擁有的榮譽